我们今天讲律师问题 讲律师问题呢 所以我今天有点要正规一点 因为我交往的一些律师朋友 都特别的注重自己的服饰 这个职业似乎是特别有一种庄严感 尤其是他们要到法庭上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 因为这种仪表也是一种尊严的一种体现 也是对法庭的一种尊重 所以就有点正规一点 那么上一次呢 我上个礼拜天吧 我们讲了这个科举制度的兴起 以及对于中国的整个的政府制度 民间构造 民间社会构造的一种影响 这样的一种科举制度 其实在中国的一千多年的一种实践的历史上 的确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 比方说我们上次谈到了 科举制度带来的一种社会的一种流动性 我们的社会不再是一个特别稳固的一种明确界线的阶级构造 那么不同的市农工商这些不同的领域的人 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科举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这样的一种方式 能够变换自己的社会身份 能够成为社会中间的统治先程中间的一员 当然与此相适应的 相对应的 那么你也必须要考虑到今后你的传承问题 这个传承不可能根据血缘去传承你的权利 所有的传承都必须要通过你的子孙 能够像你一样的勤奋 并且像你一样的从事 才能够科举考试 能够获得自己的一种更高的身份 我上次提到过 给大家推荐过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蒂先生 那么何炳蒂先生 他其实他特别重要的一个研究 就是研究中国 由于科举考试所带来的社会的身份的流动 他曾经用地毯式轰炸的方式来去阅读 美国国会图书馆 以及其他重要的外国的图书馆 尤其是美国大学图书馆中间的 各种各样的家谱啊 地方志啊 还有所谓的近视提名录啊 这些记载 那么他最后发现 明清两代的这样的一种 晋升 通过科举来获得近视 这样的一种功名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官场 这样的一些 这个比例上来讲 因为他要都要统计他的 每个获得近视的人 政府都必须记录下来 他们所有的家庭的 往上追溯三代 严格的记录 那么父系母系这边的三代 都要做记录的时候 他最后得出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表明 应当有 应当有接近一半以上的 接近一半的人 那么他们的 祖上追溯三代 没有人做过关 大家可以想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种比例 那就意味着 虽然日本历史学家 他已故的 研究中国历史上 研究中国历史非常著名的 宫崎世定先生 他是曾经在他的著作里边说 科举考试其实 对于穷人和对于 比方说地主啊 或者说有钱人家 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只有富人 只有有钱的人 只有有地位的人 更有优势 来去获得一种科举考试的成功 因为那是 非常的不容易 可以说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陈世美同学这样的人 他就可以通过 尽管出身贫寒 但是仍然可以成为 这个国家的状元 高考 全国高考第一名 这样的一种 社会的巨大的身份的流动性 他就使得中国的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 那么大家都要想 同时 社会本身的一种阶级界限的 一种模糊 所以我们当年引进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其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是一种依据着西欧的 欧洲 尤其是西欧的历史 来去得出的一个结论 这样的一个阶级斗争 因为他们的阶级是相当稳定的 比方说三个等级 国王 贵族 自由民 当然在下面更是一种 奴奴阶级了 这个 大家 从古罗马开始 就是这样一种 非常稳定的一种阶级的 一种构造 那么阶级斗争是 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吻合了欧洲的历史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 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 稳定的阶级 构成不了一种稳定阶级 所带来的 一种大家通过阶级的一种纽带 进行一种 组织化的一种抗争 组织化的一种交涉 不同的阶级之间 经常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妥协 来去带来一种 比方说社会身份的一种改变 社会地位的一种改变 法律方面的一些成就 我们看到从古罗马开始 法律每次的发展变化 都跟他们的阶级斗争 有一些的关系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中国古典 跟西方的 甚至跟日本的社会 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的一点 我们需要记住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就是马克思的这样的一种学说 它的一种局限性 那么另外这样的一种科举考试 具限制的这种结合 也带来了我们上次说 我们的政府构造方面 一种地方政府 其他的地方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在中国 我们不大容易说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跟中央政府相对独立的 地方的政府系统 因为州县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员 朝廷罢免的官员 皇帝在咸阳 比方说我的家乡在交东半岛的地方 做限令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任命和罢免的体制 带来了中央方的一种直接的操控 而地方 所谓的地方权力 其实也 地方政府 也就不存在所谓地方政府 只不过是中央政府 在地方层面的一种延伸 这样的一种体制下边 我们也很难想象 能够建立一种西方 地方自治 通过联邦制来去获得一种地方 与中央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涉的能力 这点也是中国跟西方 重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上次也有位 朱先生提到了说 科举考试对于 科举考试对于我们的劳动分工 我们的社会的职能的分工的一种影响 这一点我觉得 上次我们没有来得及特别多的去讲 我想今天再补充的说几句 那么科举考试 它考试的内容 其实是一种特别宽泛的文史方面的知识 经史籍 一个人要科举考试成功的话 需要对于诸子百家 包括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的一种权威的注释 都烂熟于胸 从其中拉出一些重要的话 都可以铺承开来 可以写出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 这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的这样的 整个社会 所有的社会成员 几乎大家都要关注这样的一种知识 除了这些知识以外 其他的知识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 中国的整个的官僚阶层 它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的 具有非常强烈的文韵色彩的一个 一个官僚阶层 比方说我们很少能够在官员的这样的一种知识构 官员热衷天文学 那个官员热衷地理学 像徐霞克那样的人其实不是官员 有一些官员那只是业余爱好意义上的 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说有一种非常专职的 像今天呢 我们的政府里边有一些人可能是专管水利 像 这个我们前面一位一种书记 他专门是在清华大学学习水利 所以他其实在政府里边 也可以算是一个水利方面的专家 就有他的专业性 但是中国古典时期就不存在这样的一种专业性 有一位朋友提出来说 在唐宋时代曾经在科技考试中间考过 法律方面的专业 那可能是多多少少说 给出一个案例来 叫一个官员 叫一个参加科技考试的人 能够根据这个判例来去做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叫泥判 这当然是非常短的时间 在宋朝北宋时代 曾经有过很短的时间 有过这样的一种实践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并不是特别的注重考察一个人的 这样的一种在一个专业领域 特别丰厚的造诣 特别的深刻的一种 这种情况没有多少人去遇见 那么这样的话带来了 我们的整个的官场的一种气息 是一种弥漫的 比方说官员们 由于科技考试的要求 使他们很少就喜欢写诗 喜欢这个唐诗诵词 这些东西 喜欢古典诗词这种东西 那么他们就是互相之间 经常互相证诗 明朝的时候那些传教士 西洋传教士 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 发现中国真的 全国的人都会写诗 两个人见面 经常都是说 哇 人兄最近做诗物 然后对方说是又做两手 然后拿出一个扇面来 给他写到扇面上去 一种非常非常 美好的美学的愉悦 一个人如果不能写 写一首好文章 写一首好诗 另外还要注意是说 还要有一种 毛笔字 要写得特别漂亮 这些方面的修养 让官员养成了一种特别的 他的特殊的一种 比方说官员到底职业是做官 还是职业是写文章 伟大的文人历史上 基本上都是文章能够写得非常漂亮的人 他以他的文章 欧阳修也好 苏东坡也好 他以他的文章传世 但是正如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 他叫列文森 列文森是四十出头就游泳被淹死了 这个是当时大家都非常惋惜 认为他在各个方面都已经积累了最丰厚的一种 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大事的人物 但是最后就是四十多岁 老天不让他活得很长就死掉了 列文森的著作叫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及其近代命运 或者现代命运 我今天在我书架上找了半天 也没找找我那本书藏到哪去了 这个书到运势方很多 有时候书到找的时候 简直可以说是 因为书架都是两层两层的 这么摆 里边的书都外边看不到 就经常就忘记了 那本书在哪 所以哭天墙 所以都找了半天 也没找找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他在里边 其实研究过中国的官僚集团的 这样的一种审美 和他们的专业性的问题 他特别的指 中国的官员 其实他们慢慢的越来越走向一种 正下中国话 由原来的还比较写实 追求真实的那样的一种 追求 慢慢的越向一走向一种 解义的 一种文人化的一种境界 按照西方的那种绘画的标准来说的话 特别的不符合比例的那样的一种 原则 透视的原则 一点不讲究 不是不讲究 它是反着讲究 讲究一种反透视的一种逻辑 或者说 有人说叫散点透视 那个方向我们看的是不对的 这才是好的 绘画讲究一种 要体现出一种意趣 一种境界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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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运 这样的一种东西呢 在审美学上面就变得 成为很高 但是 比方说在一个官员看来 他如何去 不用问题 诉讼问题经常来自于 比方说在土地方面发生了一些纠纷 大家知道这样的一种诉讼的 涉及到土地方面的纠纷 比方说土地的流转问题 土地的所有权如何去保障的问题 土地的 比方说契约 双方的契约 这个契约条款怎么去解释的问题 这些问题很繁琐 可以说是根本 没有形而上的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比方说 我上次提到过古罗马的 那些个伟大的法学家 五大法学家 我们今天读他的著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法学家们真的是 一心一意念之在之的 就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 比方说财产的分类 他们居然用 不同的要素来去进行财产的分类 比方说动产不动产 是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 土地是不动产 房子是不动产 但是一张动产 那么可分物不可分物 还有特别有趣的 比方说种类物特定物 什么叫种类物 我这个杯子 如果别人到我家里边 他完全可以到商场去 类似的或者一样的杯子 同样品牌的杯子 赔给我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叫做 但是特定物就不一样 特定物是 是一种极具个性的 以至于没有第二 比方说 我墙上挂了一幅 这个吴昌硕送给我的画 反正吴昌硕送不了给我 那么这幅画可能是我祖上得到的一幅画 或者说我在外边拍卖 拍卖获得的这幅画是吴昌硕本人的画 但是这幅画就是特定物 这幅画是 那是不一样的物 那么罗马人还说是属于神所有的物 是属于人所有的物 是还有所谓的 比方说 那更抽象了 叫可触及物 不可触及物 你可触及的 这张桌子我可以触及 这个电脑我可以触及 但是某种权力关系 本身也有财产价值的权力关系 它存在 在关系之中 它并没有 并不存在 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这本身也是一种物 想想罗马人 最聪明的大脑 都整天在研究这类的东西 研究财产的取得方式 在研究如何 怎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武力来去 夺取这样的财产 法律还保护你这样的一种权力 我想这是一个 像顾言武这些人 他才会慢慢的在改变说 要追求一些研究一些实学 而不是 现在好像有朋友说有点卡 康老师 能不能你的视频先关一下 因为你那边提示说 带宽有点低 开了视频就容易卡 把你的视频先关一下 你就讲 需要的时候再把视频开开 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来关 好 OK 好谢谢 好嘞 好 这样的摸着黑奖也挺好 那么 这个中国古典时期的这种思想史上面 你可以看到 人们大多数情况下是特别的喜欢有一种高头讲章的东西 他并不会说特别认真 也不这样的一种土地问题 土地的流转 财产的取得的各种不同的方式 契约的一种情况 这些在那些斯大夫阶层看来 这简直是属于太行人 所以我们流行的口号叫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生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 赋予感召力的 那么于是导致了我们中国的整个 一种官僚系统 他们其实是 如果用一句贬低性的话 叫眼高手低 他们整天特别喜欢那种宏大叙事 这样的一种宏大叙事 口号震天响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使得中国整个的官僚阶层 他们整个的 关乎到 人生 关乎到 比方说一个人的 生命权利财产权利的这样的一种 司法的 案件中间的时候 他们 要现出一种 高头奖章的那种 那种风格 这个点我们可能会在 我们有个第五奖 可以说第七奖来的 像文言文与 我们的 判决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可以看到他们的判决书是如何去追求那样的一种 诗话的一种写作风格 充满了 修辞 特殊的修辞学 比方说用点 对账 讲究这些东西 而很少 运用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推理 来去 来去把一个案件的是非屈指进行一种 非常严格的界定 以便保证 民众的基本的权利 这些个权利其实是需要这种 去非常细节化的去追究 去推理 去界定 那么最后通过一个月来确立 相关的权利的一种边界 这些东西在中国 我们的官员这个阶层是没有的 这样也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我们官员的这个 专业化的一种倾向 那他们没有办法去实现一种官员的 一种专业化 这个东西发生最大的冲突 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商人 在廣州十三行那个地方 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间 发生了一些冲突 有时候是水手上岸去跟人斗殴打伤了人 有时候是船上突然掉下一个瓦罐来 把一个妇女给打在水里边 就死掉了 那些个西方人到了最后 被带到中国的法庭上 中国的县令在开庭审理案件 攀誉县令 这样的一种县令在审理案件中间 这样的一种根本没有任何专业的素养 专业的背景 然后呢 法律方面的东西 在西方当时已经是19世纪中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西方的法律已经高度专业化了 但是在我们这儿 仍然还是一种满口的革命大道理 没有办法去跟他进正的追求一种 所谓的专业的一种推理 复杂的法律推理 我们叫legal reasoning 这样的一种推理不存在 这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到的 这个科举考试所带来的这样一种 官场文化官员的一种思维方式 这一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 本身这个科举官僚 对于整个的皇权的一种依赖 也是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官场 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吧 这是我们想 我想首先 先补充的说一下的上一次的讲座 留下的一些 没有讲完的方面 我这个讲课的节奏 其实有一点 我在北大讲课 讲法理学 有时候讲了一个学期 大概也只讲了三分之一的内容 其他都不用讲了 在我看来其实基本上 法理学是一种让大家 具有一种得到一种思考方式方面的训练 思维方式方面的训练 那么今天我们就转到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有点 作为地下工作者的 地下法律工作者的宋师 这个 有没有 有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 我的朋友说 他看这个题目看成了 作为 法律地下 地下法律工作者的老贺 有一个贺为方便成地下工作者了 对 这个有点好玩 那么 宋师是中国的古典时代 尤其在明清时代 非常活跃的一个阶层 他们是跟诉讼关联 但是他们又不是 心天意义上的我们的律师 这个宋师这个职业 在有着相当长的历史 过去当然也经常被贬低 被官方的话语 官方的意识形态 称为所谓的宋棍 害群之马 交说辞送 所以是 他们 你看有一些香港拍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周星驰 周星驰还扮演过一个宋师 到了法律上 是古代时代的那个故事 但其实 宋师从来就到不了法庭 不能到衙门里边去 亲自来去对一个案件进行代理 这个职业 完全就是一个 在法庭之外 在衙门之外的存在的一个职业 他们当然也 也不会 不需要隐秘自己的身份 只不过他们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上来说 他们是一种在官场上 感觉到非常重要的职业 这些人 是科举考试的诗意者 他们是名落孙山 名落孙山的人 他们 一辈子感觉到自己 只能够干这样的一种 似乎是非常边缘化的 靠自己 懂得一些 可以给人家写一点树状 可以所谓的 写蓝格子的 在蓝格子上 帮助人家写树状的这些人 这些人是宋师 这个宋师在 如果说他们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来说的话 在先前世代 我们 其实有过一些 他们的前身 他们前身可能叫 变者之流 或者叫阴阳家 或者叫纵横家 去做一些 说客的工作 合纵连横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是过去的 这个 先辈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职业就 逐渐的就变得消失掉了 我一直在考虑 诉讼 律师这个职业 在西方的发展 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种 历史的过程 西方当然也有很多的 对于律师的一些 挖苦讽刺的 比方说我这次这张 我这是在伦敦买的一幅画 是 是 专门挖苦那些律师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这些律师们 就像乞丐一样的 在 在街上 乞讨 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 西方人 西方的 比方说 就不说的 后边总是跟着一个 拼命追赶的律师 律师总是要 建立 建立忘义的一群人 一个律师的 墓地 上面 他的墓碑上遵照 他的祖父 遗嘱 刻了两行字 一行是说 某某某律师之墓 又加了一行 叫 正直的人 结果 每个人走到眼前都说 这怎么可能一个墓 区域里边 葬两个人呢 因为一个律师 是不可能是一个 正直的人了 还有这个 有一次 有一个 法国的中学校长 死了以后 就上了天堂 到了天堂上 天堂上面就安排 也住那个宾馆吧 住宿舍 然后每个人都有宿舍 然后他就进了一栋大楼 一栋大楼里边 好像领班的 就给他送到一个标间去了 就说 这个校长 你就住这个标间吧 他就 我住在这个标间 第二天他在想 他觉得 我再看看 别人住的是什么样子的房间 结果就敲敲隔壁的门 隔壁的门一开门 一看这隔壁 这个房间是宏大 那简直是总统套一样的 非常的 非常的吓人 怎么这么宽敞 这么漂亮的一个 一个房间 然后这个人就 就问说 你是干嘛的 这个人也说 我生前是律师 在人世间的时候 是做律师的 哎呀 他心里边在想 这怎么回事 这么不公平 我一个中学校长 怎么住那么差 一个律师住那么好 他就到上帝那儿去抱怨 去投诉 就找到上帝 上帝跟这个中学校长说 哎呀 你别投诉 你别抱怨了 他是2000年来 第一个上天堂的律师 所以说律师基本上上不了天堂 所以给一点 优厚的待遇 也是应该的嘛 都是这种这种 这种挖苦 讽词律师的这种事 这种笑话多得很 但是西方文化中间 又有一种 对律师的一种 特别的尊重 特别的觉得 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 非常根深蒂固的一种 一种信念 那么律师职业 最早发源于布罗马 我在想 律师这个职业 它能够在西方发育起来 跟中国相比较 在中国 没有办法发育起来 这到底是 是有哪些个原因 哪些个因素 影响到了律师职业 在中国成长 我觉得第一个因素 就是说 是否对于一种 辩论术 包容 就是说是尊重 一种辩论术 辩论术是什么样的 一种 一种 古代中国有一个叫 邓锡的人 分析的戏 邓锡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 战国时代的人了 那么他就特别的喜欢 辩论 喜欢跟人论 我们知道战国时代 还有一个伟大的争论家 就是孟子 孟子 曾经 在他的文章里边 有一些篇章 其实充满了一种 特别的 特别的 比方说跟那个 空想社会主义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陈湘 发生了一场争论 就是关于劳动 分工问题 我觉得孟子的思想 其实还是很 很有道理的 陈湘说 君主应该 一个国家的国王 应该一边 上午 治理国家 下午去自己耕地 自己种田 自己养活自己 这才是一个 比较好的君主的风范 结果被孟子 吹胡子 给他辩论了 辩论了一番 最后把一个陈湘 变得哑口无言 最后孟子还 气横横的 说 我旗号变灾 我不得已 我不得已 在跟你这样辩论 但是陈湘这样 不是陈湘 邓系这样的人 在辩论 他其实自己 不仅辩论 而且他有一种 他要培养学徒 他招募了一个 校外辅导机构 就像是新东方 那种机构 专门来收钱 收了学费 来去培养人 大家进行辩论 你知道辩论的训练 是让一个人 今天代表着假方立场 对方代表乙方 那么明天呢 你们俩调个个 互相再为 昨天对方的立场 进行辩论 这样的一种 实践的方式 让当时的儒家的人 感觉到 这是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呢 问题就在于说 你这到底有没有是非了 你今天站在这边说 明天站在那边说 你久之老干这种事 你就变成了一种 只有逻辑 没有是非 那你思想 基本原则怎么说 你没有 没有任何原则性的东西 你可以坚持 这是绝对不容许 这是会扰乱人 所以当时的一个人 最后说 这个邓西子 这一套东西 简直可以说是 只可以扶人口 不可扶人心 不惜以日之我 非昨日之我 君王如果不 这个君王 如果这个工匠 不懂得他 不会他 完全不影响他的精巧 而君主如果喜欢 这套东西的话 那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 因为人心没有是非了 是非是最重要 那么与是同时 跟儒家相对应的 道家 道家跟儒家很不一样 但是道家的人 也不大喜欢这种 天天 天天 辨习是非 然后抠 各种各样的字眼 然后钻 钻牛角尖 这种东西 在道家看来 其实天下的 你从 天下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说 天下说不同的话 那个 肝和胆 连在一块的东西 都是相距甚远的 如果说同的话 那万物归一 所有的东西 就是一个东西 你知识上搞得那么 那么严谨 那么去 去非常严格的区分 此与彼 假与矣 这是 这是不必要的 这是 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所以道家和儒家 两方面都不大喜欢 这些个 整天 我记得过去 胡适 胡适先生在 哥伦比亚大学的 博士论论人 就是研究的 所谓的 中国明学史 研究明学史 所谓明学史 不就是 罗技学的发展历史吗 中国早期的 先秦的 逻辑学的发展历史 那么 这个 这个在中国的 逻辑学 其实是 在中国 就冒了一个芽 后来也就 被扼杀掉了 这个人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了 我们古典时期 就再也没有 真正的 对于这种 论辩术的一种讲求 虽然也有 所谓的默辩了 但是从来没有 通过一种 更 更 更广泛规模的一种 大家比方说 我们知道 印度文化中间 它有一种非常 传统中间 有一种辩论的讲求 古希腊的那种 我们第一次讲过 那种柏拉图 所记下来 这种对话 还专门逻辑学的著作 专门修饰学的著作 对于辩论的讲求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重视 这是一种知识论 传统的一个差异 同时也深刻的 影响到了中国的 中国的文明的发展 和西方文明的发展 那你比方说 看一看 中国传统的历史中间 有没有非常好的辩论文字 论辩 大家 这个坐下来 非常认真的设定命题 然后进行一种 非常繁琐的 反腐的一种论辩 跟论辩相关联的是否有演讲 所以说有一个演讲述 古文观止里边 有没有一篇文章是演讲文章 有不少朋友读过古希腊的 伟大的历史学家 修西底德的 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这部伟大的历史文献 伟大的历史著作 可以说他的里边所收录的 演讲的一种文献 演讲的一种文章 就非常非常的多 比方说古希腊伟大的 政治家布里克利 布里克利的演讲 好多篇演讲都收集在这里边 他在那里边讲这个 比方说在阵亡将士 目前的演讲 在阵亡将士目前的演讲 现在的中文翻译本 应该有五六页的篇幅 是一篇演讲的一种原始记录 这五六篇这个五六页的篇幅里边 哇你可以说隔着历史的长河 2000年的时空 你隔着这个2000年的时空 来去今天阅读或者朗诵 波罗奔尼萨战争史 这个修西底德的 在阵亡将士目前的演讲 你仍然感觉到 那样的语言的一种 情感的力量和 巨大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后来美国前总统 罗纳德里根 在《挑战者号事故》发生以后 他那篇《道词》 也是非常有一种 有意识的去模仿 修西底德 这个布里克利的那篇演讲 其中有非常经典的句子 比方说你们要下定决心 你们一定要 你们一定要勇敢 因为只有勇敢 你们要去追求幸福 你要去追求自由 只有有自由才能有幸福 只有有勇敢才能有自由 这样的一种金句 那种语言的一种 一种特别的巨大的 一种震撼力量 但是在我们这儿 似乎就变成了一种 寂静的文明 我们的文明中间 没有非常非常漂亮的 一种演讲 在公共大众 大庭广众之下的一种演讲 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对于演讲术是否 非常的讲求 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中间的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我觉得这是 律师这个职业 是否能得到发育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方面 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演讲术 是否能够延伸到 政治的领域中间 使得国家的整体的 政治生态发生变化 能够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也包容一种互相的一种辩论 一种伟大的演讲 那就是说 要有一种所谓的口头政治 要有一种 通过大声的向公众发表 讲话 来去获得一种公众的理解 或者公众的支持 由此来去推进的一种政治的生活 推进一种政治目标的实现 这种东西是西方的一个 很大的很了不起的历史传统 我们就看 这个 英国 这个国会 国会的兴起 但是到国会里边 开始的时候 英国的国会 并不是以制定法律为 最重要的目标 最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 斗争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在阶级妥协 先是议会就一个院 后来那些个贵族们 不愿意跟那些新生 兴起的平民们在一起 大概就变成两个院 然后慢慢形成了 所谓的两党政权 规格党脱离党 两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特别有意思 它属于 你们知道政党这个词 用的是 英文是一个party 最早出现政党制度 就是在英国 party这个词 是饶有幸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part part是一部分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个政党 它代表着社会的一部分 它并不是所有的 我都可以代表 所有的都代表 就说不要政党了 这不知道怎么去说了 每一个不同的政党 只代表社会中间的局部的利益 有些人代表可能贵族阶层 有人代表可能自由民阶层的 这两个不同的阶层 进行一种斗争 进行一种冲突 那么大家各自 把自己的利益的正当性 嫁以表达 然后要求对方做出让步 然后大家最后发生一种妥协 从前是通过战争来去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他们越来越多的是在议会里边 通过辩论来去实现一种利益的一种分赃 或者说分隔 分配 德国的铁血宰相 毕斯麦曾经说过一句话 对两样东西特别喜欢的人 不要去看他的制作过程 一种是香肠 一种是法律 就是说 喜欢香肠的人 不要去看制作香肠的过程 否则你就不想吃它 法律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也是一种利益的分赃 也是一种很肮脏的交易 并没有那么好像特别高尚 特别伟岸的一种状况 国会议员们在议会里边 进行这样的一种辩论的过程 无非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的利益 进行一种绝大恶后的情况下 并不是所有的 有些辩论可能是涉及到 比方说宗教性的辩论 或者说 一些崇高道德的辩论 但是许多情况下 都是一种利益的一种 一种冲突和妥协 那就使得整个的西方的 这样的一种文化中间 它的一种 变论式的东西 尤其是政治文化中间的辩论 大家比方说 不喜欢全体一致通过 大家一定要有把分歧展现出来 一个西方国家 英美国家的小孩 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会这样的一种 跟对方不同的观点 怎么去表达 为了辩论的更充分的展开 人们还专门确立了最与辩论展开的一种 所谓的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是一个退休了的将军 一辈子亚浩 研究 英国 议会所 产生的这些 辩论的规则 这些辩论的规则 为什么 这个 这么涉及 它的合理性在哪儿 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曾经特别的热衷于了解 去观察这样的一种 怎么开会 怎么开会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个特别注重 开会术的一个 怎么去开会的一个 他写过一本书 其实是翻译的 他上次罗伯特规则 还是这本书 类似的一本书 他叫民权初步 民权初步 你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最初步的是什么 最初步的是开会 开会 你要学会开会 学会如何去让一个会议 比方说 代表不同观点的人 都能够在会上 能够出现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来去把他们的诉求加以表达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表达 相互之间的过程中间 应当如何去 谁来提议 提议 提议之间对方 一种反提议 如何去进行 胡适曾经非常得意的说 他从美国留学回来 参加国民大会的时候 就特别愿意去实践 他 结果一帮老人们觉得 哎呀 你看看 你能够把一个会议主持的 这么井井有序 特别有 特别有意思 你是怎么学的 胡适说这就是他留学美国的时候 在美国学到的一套开会的规则 这些会议的规则 他坚决要排斥所谓的 只容许多数人的代表说话 而不容许多数人代表说话 所有的利益都能够得到 圣章 都能得到圣章 都能够被听取 他坚决不能够 接受所谓的 比方说 有一个 店里边好像有这么个场景 一帮的村民在研究 是否修 通往村外的一条公路 结果表决的时候 大家都同意 最后就有一个老约翰 说我不同意 我反对 最后村长 你为什么反对 老约翰说 我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 我就是不喜欢全体一致通过 所以全体一致通过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会议的风格 是西方人所断断不能接受的 一种都有机会进行表达 它其实是塑造了一种 不同的一种政治生态 我觉得我们是否能够中华文明 中国的文明 对这方面 比方说中国古代的 这个 我们比方说孔子 孔子 孔子其实所谓的 他曾经说过 李之用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这一段我觉得是 论语里边很美的一句话 李之用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那么 何 是什么意思 其实何 我记得 钱仲书先生的管罪院里边 专门有对何的一番解释吧 追溯了许多的中国古典的思想 他也认为 其实中国古人认为的何 并不是说 一律的 没有不同的东西 不 没有不同的东西不叫何 何是正好是 各种有差异性的东西 能够发生一种协调 这叫和 比方说 烹饪 烹饪必须要有不同的味道 才能够烹饪出一桌好菜来 还有 音乐 音乐要不同的乐器 才能够 演奏出一个 和谐的音乐 不同的声部 不同的配器 不同的和声 你才能够有 你不能够说 都是一种 全部都是 都是二胡 在一块拉 我记得文革期间 有什么 二胡齐奏 扬扬扬扬执马 运两忙 哎呀 其实很单调 很乏味 好像日本的 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化的 叫青木正儿 这样的人说 中国古典的音乐的 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在于 在于旋律 有旋律 而无和声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缺乏一种 多元化的东西 能够 能够结合在一块 同样是孔子 孔子其实这个人 有一点 我自己是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在论语里边 他经常表现出一种 对于 能够 的人的一种反感 巧言令色 嫌疑人 巧言令色的人 其实很少有 金属很好的人 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好奇怪的一个逻辑 还有刚义木论 刚义木论 过去我们都念那 后来说 先念木论了 刚义木论 这个就是 好人的一个标志 反正是 好人都不会说 这是不是多多少少 跟他 他曾经在 自己活着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 他的竞争对手 叫邵政卯的人 是不是跟邵政卯有关系 因为他最后做了 孔子做了鲁国司寇 当然 有些尊孔的人 不大喜欢 不大喜欢这个故事 觉得这个故事 可能不是真的 邵政卯 因为讲课 讲的口才特别好 特别吸引人 邵政卯跟孔子 当年都是中国最早的民办 叫十字一了 当时招收学生 也都要收费 所以你学生多 你的这个 就好速修 那块腊肉 就给的多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有经济利益的考虑的 于是 似乎他的讲课过程中间 有许多 这个孔子 这个这边的学生 最后就脱逃 就逃到了 邵政老师 邵政老师 那边去了 结果就 孔子对他 就有点怀恨在心 后来就 孔子当了 山东省高院的院长 对 鲁国司寇 然后就 很快就把邵政卯给杀了 判决他 判决邵政卯死刑的罪名里边 有一些很奇怪的罪名 比方说 行辟而己 既丑而搏 既那些丑事 就像现在我们经常遇到那些段子手 经常说一些非常非常的色情的 或者其他的那些段子 然后记得很多这种人 叫既丑而搏 然后呢 言尾而变 言尾而变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论证一个虚假的命题 能够论证的叫 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接受 这就是 邵宗宝的罪名 没一样是说他杀了人了 或者他 他放了火了 没有一条 所有的罪名都是 跟这个 刑事犯罪没有关系的 几乎可以说就是 就是因为口才好 因为口才好 所以 这是不是就大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什么 文政不再多元 我们的这个 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政治里边 文化 这个这个政治中间 演说 论辩 都是几乎是 很缺乏的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是 我们的影响到 我们中国的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于是同时 也可以说 他是 他是在一定程度上 也影响到了 律师这个职业 他们 本身的一种生存状态 于是同时 也影响到律师职业 对于政治的一种 会作用的一个 障碍 向来的说法 是美国的国会里边 一半的议员 一定是律师 律师的成 律师出身的人 从来没少于一半 现在超过一半以上的 美国的 曾经是做过律师的 因为律师为什么 会成为 政治上这么 可以说容易 获得一种 巨大的成功的 这个群体 是因为律师 会辩论了 那法律的训练 就是让一个人 不仅仅是有精湛的 深厚的法律的素养 与此同时 他们一定要知道 法律是一种交流的艺术 你法律必须要考虑 一个人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间 都必须考虑到 你如何能够在法庭上 把自己所代表的 那个客户的利益 给最大发现出来 如何去进行一种 跟对方之间的辩论 这辩论的过程 如何去层层拨损 如何去诱敌深入 如何去挖坑 让对方往下跳 如何去让 美国的有一位退休的法官 批评的那样 如何让一个诚实的证人 对方的一个诚实的证人 在你的 你的这样的一种 层层拨损似的盘问之下 最后 大家在陪诊团的成员看来 他就是一个骗子 你如何去让一个诚实的人 最后变成一种骗子的一种状态 这都是律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技巧 但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技巧 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间 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中间 这样的一种技巧 可能是没有用的至少 如果不是说 清朝初年的时候 许多人都 都因为自己的 我看看我的网线 应该是连着的 有朋友说卡 没事 忍受 我说话再结巴一点 可能就 差不多就 能够顺起来了 那么 第三个 第三个 促使西方的律师 能够发生 巨大的一种 法律 法庭上的作用 以及 整个社会上的作用 整个政治生活中间的作用的 第三个方面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可能是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就是说 阶级斗争 在历史上获得了一种正当性 由于这种阶级斗争的正当性 最后变成了一种 他需要有一种代言人 同时这样的一种 阶级斗争的正当性 也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 鼓励人们 发生一种冲突 和冲突之后的妥协的 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是 不是一种独占式的 或者说是 蛮不讲理式的 说只有我是正确的 你就是错误的 你的任务就是跟着我走 你的任务就是 跟我保持一致 跟我 我可以唱反调 所有的真理都垄断在 一个特定的集团的手中 不容许其他的阶层 不容许其他的人来去 获得一种真理 这样的一种 这就是一种 如果整体来说 社会中间形成一种 这样的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那么就可以 可以说是 他就能够形成一种 代表的人之间的一种 作为代表 英国历史上 从来都没有缺乏过 这样的一种代表 代言不同的政党的一种律师 来去出头露面 来去变成一种 大家唇相舌见的一种 斗争的一个先锋 我这个是一本 叫 一本 关于英国大宪章的书 这是 前几年 大宪章是 一二一五年 一二一五年的 诞生的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 是大宪章的 八百周年的 我记得那一年的 中文化交流委员会 和英国政府 特意安排了 英国的最早的 大宪章的版本 到中国来 这个展览 八百周年 了不起 一二一五年 他大宪章的生日 是六月十五号 那么 那天在 伦敦的郊外的 一个叫 Rennymed地方 那个 有一个地方 最后在 英国的国王 约翰一世 在贵族们的 在 的一种 威逼之下 还有一个 著名的宗教领袖 然后在他的威逼之下 签下了 英国的第一部 宪法文件 宪法 那这个词叫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词 叫 Magna Cata Magna是 伟大的 大宪章 英国的国王 约翰王 约翰王 他是著名的 伟大的 伟大的 有的朋友上还提问说 亨利二世的问题 约翰一世就是亨利二世的 好像有人一直在说考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慢慢的 慢慢的 那个讲 现在是几点 那么这个 约翰 是这个人 跟他爸爸一点都不一样 他爸爸是一个特别辉煌的 伟大的君主 英国法律史上 可以说 可以说很 很杰出的一个 推动法律发展的人 英国的审判 英国的 最主要的 几个司法的一种创制 都是在 亨利二世的时代 做确立的 但是 真的是 儿子 像父亲 他这个儿子 约翰一世 是一个 纯翰一世 是一个 是一个 心术也不太好 好像 我的同事 李洪海教授 对这方面非常有研究 他说 这个人 本品也很差 不讲信义 出尔反尔 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他 他还特别好打仗 大家知道 英国当时 历史上 曾经有过 一个 一个时代 那个是诺曼征服以后 威廉公爵 威廉一世 成为 英格兰的 当时 他成为 加冕为英格兰的国王 其实 英格兰的领土 不只是在 现在我们说 在英格兰 或者说 这个 这个威尔士那块 其实还包含着 在大陆的许多的 领土 就属于 诺曼底公爵 以前的 他的封地 那么他到了 英格兰以后 直接就变成 跨 英吉利海峡的 一个巨大的 封建王国的 一个军种 然后呢 但是 但是法国这边 不断地去蚕食 英国在大陆的领土 这个时候就会跟法国 战争 为了领土之争吧 为了领土而打仗 最后是 哎呀 这个约翰一世 真的是 这个打仗也打不过别人 最后是 越打领土越少 越打领土越少 最后 这场战役又失败了 回来以后 自己国库也亏空了 没有钱打仗了 最后只好 召集这些男爵们 说 你们是我的陈属 现在 我们不能够丧失 自己的一寸土地 我们需要跟法国人 在接着打仗 然后又要说增加税收 又要要求男爵们 出力 有力出力 出钱 结果最后 男爵们不干了 男爵们非常非常的愤怒 最后大家 坚决 拒绝 国王这样的一种要求 国王说 嗨 我这个军队打 法国人我打不过 打你们可能没问题 于是 国王要求军队 跟贵族们 开始了战争 这件内战就爆发了 贵族们 当然 这些男爵们 他们也是守 军队的人 于是 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 就跟国王打了一仗 外战外行 内战也 最后国王打仗也打 失败 打失败了 打败了 最后国王不行了 最后 你看英国 他不是说 我被你打败了 我就 我就 把你杀了 推翻你 打倒 这个 这个 打倒 皇帝 做天下 可取而代之 他不是 打败了的国王 还是国王 你只要接受 我们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 让你接着 做国王 接受什么条件 1215年的6月15号 这些贵族们 这些男爵们 在那位宗教领袖 叫兰克 大主教的领导 那么 到了国王的面前 他们约好了在 Rennymed的这个地方 见面 然后最后 交给国王一份 文件 这份文件写的 就是刚才这个标题上 然后接下来就是 有一个序言 隶属了国王 这些年的罪恶 接下来就 提出来了 五十几条 六十几条 他们叫每一条 叫每一张 夸大其次的说 每一张 那么 其中就提出来了 一系列的 对国王权利的 一种限制 那些限制 有些很烦 所以泰晤士河的 不允许设 什么渔网之类的 那么有一些很重大 比方说 所有的 在封建三岁 在传统的 封建税收的 三岁的基础上 任何对税收的增加 都必须得到 贵族会议的同意 审查权利 国王不可谁 设定税率 税收的标准 另外还有 更重要的一条 那就是 所有的自由民 王国中间 所有的自由民 都有权获得 在这片土地上的 法庭的一种 正当程序的审判 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 法庭的程序 任何人的生命 任何人的财产 都不得被限制 蚕食 剥夺 压制 这个用了一系列的词汇 来去界定 说国王不得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这是一条 非常重要的条款 这条条款里边 甚至还包含着 说每一个 当时肯定是 这个东西 每一个贵族 都有权获得 跟自己 同样人的审判 His peers 这个词 后来变成了 有人发现 他的贵族 每一个自由人 都有权利获得 跟他同样人的审判 这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后来陪审团 得以兴起的 一个前提条件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渊源 那么 大家最后就 国王 好家伙 周围围子的人 手里边都是有刀的人 有剑的人 最后只好妥协了 约翰一世就在上面 签下了他的名字 当然 西方的这个契约观念 真的是非常了得 当时的 罗马教廷的教皇 是英诺森三世 英诺森三世 是一个法学家教皇 他法学造诣 特别的深刻 那么 约翰一世的 觉得约翰一世这个人 他在教皇的眼中 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君主 但是呢 当消息传来 英诺森三世 获悉 这份文件 居然是贵族们 用刀枪 胁迫 英国国王签署的 你们这 契约自由 是说 大家签订的契约 都必须在双方 自愿的基础上 签署 而不是 说 一边拿着刀来 去威胁的签署的 于是 英诺森三世 就 宣布 教廷不承认 这本法律文件 是无效的 这样一宣布的话 约翰一世 也得到了鼓舞 到了第二年 他又开始 说不承认 这个文件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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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从了 就又开始打 最后打的过程中间 他病死了 不是说被打死 病死了 结果 幼小的儿子 就赶快继位 最后摄政的 这批大臣们 劝说 国王说 应该签署大宪章 后来你们知道 有很多 多位国王 最后他们在登基的时候 都必须宣示 遵循大宪章 遵循大宪章 是遵循一种 斗争的传统 这种斗争的传统 影响所致 以至于后来 人们从一种 观念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认为 这样的一种 冲突 和妥协 妥协之中有冲突 冲突之中有妥协 这样的东西 才是 一种合理的 一种政治的安排 一种合理的政治文化 以及合理的司法文化 所以 在这样的一种 意识形态的 背景之下 来去观察 你会知道 理性的意见出现 这也是言论自由 之所以言论自由 思想要表达自由 就是因为说 你没有人去 可能垄断 这里 你没有人可以说 是我说的都是对的 你说的都是错的 不同于我的意见 都是错的 像文革期间 我们经常记得 领标曾经歌颂 毛泽东的话 叫 不许的话 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 那如果说 一句能够顶一万句 句句是真理 那你还要有什么 批评的自由 你还有什么 言论自由 那没有 没有必要有 全国只有一个人 一个大脑就行了 其他人都不必 自己用自己的大脑 去独立的思考 我觉得这是律师职业 你不要看我说的 这个好像是 似乎是一种 非常非常宪政 律师来说 这个职业 他天然的就具有一种 异议的性格 异议的性格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在法庭上 律师跟检察官 就是当面罗 对面鼓子去 互相对抗 如果说一个国家 不容许差异性的 观念的出现 那么律师这个职业 就天然就会是一个 可以说是 不具有正当性的实业 这也是为什么 1957年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律师 都被打成了右派 因为律师 真的是在一个一统 江山一统 思想一统的情况下 律师这个职业 真的是既危险 有多余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 不符合我们这个 那个时代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职业 那么最后我觉得是 叫衙门与法庭了 我们的衙门与法庭里边 在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太多的展开 那就是说 法庭中间的一种 对抗制的性格 对抗制 我们经常说 对抗制的时候会说 对抗制其实是 我们在说 欧洲大陆的法律 司法系统和 英国美国这样的 英美法的司法系统 中间的时候 它司法程序中间 有一种 我们说英美的 比较偏向于 adversary system 这个叫对抗制 两兆之间的对抗 而欧洲大陆的 所谓的我们用一个 所谓的纠问制诉讼 纠问制诉讼是强调 法官的主导性 当事人双方都向法官来去 进行陈述 当然 也相互辩论 但是大致上来说 法官享有更多的一种 对法庭程序的一种 调遣部署 这样的一种权利 这叫 叫纠问制诉讼 那么对抗制诉讼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发现 法庭中间有几个特点 特别的引人注目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一定要强调 法官是一个局中裁判 法官是一个 弄声色的人 法官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中立的人 一个角色 法官的高度的中立性 是对抗制的一个特色 容许我拿一本书来 我现在看得到那本书在哪儿 我再看得到哪儿 对不起 这个 我书架上有一本 这个书好早的书了 我是1984年 1984年买的这本书 群众出版社出版的 叫法律的正当程序 法律正当程序 英国的20世纪最伟大的法官 叫丹宁勋爵写的 这本书的译者 有几个翻译者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第一个译者叫李克强 李克强 杨柏奎 刘雍安 三个人翻译的 各位 这个就是现任的 中华人民共同国总理李克强 他当年居然翻译了这样一本书 当时他可能是 他留校不久 82年83年留校以后 就三个他们三个同学一块 翻译的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的引进者 其实是 这个龚祥瑞教授 北京大学当年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宪法学教授 他是跟丹宁勋爵 还有一些书信上的交往 丹宁勋爵授权 他们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法律的正当程序 这本书翻译的也挺好 这个显示了年轻的李克强先生 确实是非常有英语方面 很钻研的一个人 那么这里边提到过 有一个 有一节的标题 叫多嘴多舌的法官 多嘴多舌 我一下子 没有做所以 对 他说这个是 多嘴多舌 法官其实就是丹宁勋爵 他大概说 上述培议院长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案子 是哈利特勋爵 主持审理的 一个矿工的家属 因为矿工矿难 他的丈夫就死去了 然后就提起 方面对诉讼要求过高 提出了这个 大家就打起官司了 诉讼 最后就 在审理过程中间 当哈利特勋爵 主持这个审理的时候 引发了双方当事人的不满 最后就提起了上诉 对于原审判决不满 同时更不满的是原审法官 在法庭上过多的打断了律师 双方律师的辩论 使得法庭的审理 没有得到 得不到公正的审理 哈利特勋爵 接到这个上诉以后 觉得心情很沉重 因为这明显的是 不仅仅是对于 判决本身的指责 而且对于 整个的法官 对下级法院的一个法官 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于是 安宁勋爵亲自审理这个案件 并且做出了他的判决 他的判决写得非常非常的 语言也很庄严 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 里边的一些说法 说是在我们国家的 诉讼法中间 以法官的中立性的要求 非常的严格 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一场诉讼 就是双方挑起来的 一场战争 双方当事人提起的 发动的一场战争 法官要看清事实的真相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放远离战场 以一种坐山观虎头的姿态 来去观察 来去观察和分析 这场诉讼 如果你不甘于此 而亲自跳下了战场 走进了当事人的面前 那么战争所激起的硝烟 就会弥漫你的双眼 使你看不清事实的 诉讼的真实的情形 只有当当事人 提起了谋相动议 需要法官做出一个中间裁决的时候 只有当当事法庭发生了 某种突如其来的事件 使得诉讼 不得不临时停止的时候 只有当当事人 或者他们的律师的语言 已经远远的游离了 以至于法官不得不进行某种干预的时候 其他时间 法官最好是保持沉默 一个喋喋不休的法官 就像是一个敲起不停的锣一样的 令人心烦意乱 而我们都应该记住 伟大的法官 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那句话 听诵时的庄重和耐心 是一个司法官的基本功 顺畅的辩论 结果诉讼结束以后 当事人 当事人一方 不当事人双方 都向本庭提起了上诉 亚达以后不久 哈利特勋爵就在报纸上 登出公告来 宣布辞职 哈利特勋爵这位杰出的法官 其实没有任何过错 他的过错只 律师人和他们的律师 是这个法庭的整个的主导性的力量 司法诉讼案件 这个案诉讼的提起 诉讼的过程中间 双方对 贺老师 今天的网络太卡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今天今天是不是提到李克强了 应该不会的 是开视频太多了 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确实不太 其他的朋友还是不多了 会影响吗 我以为就是我的网线的问题了 那么 整个的诉讼 这个程序中间的 重要的环节都必须是由法官 或者他当事人 他们来去决定的 而法官就是一个中立的裁判 他不管 他不管 所以这就给英美国家的律师们提供了 可以说极其广阔的空间 可以说在这里边有一些 比方说 律师的技巧 尤其是 对证人进行质疑 叫直接询问 直接询问是对本方证人的直接询问 对对方证人的询问 叫 cross examination 叫交叉询问 交叉询问 直接询问交叉询问 尤其是交叉询问中间 你如何去进行一种 非常的富裕力量感的辩护 你如何去让 让自己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种 论辩的一种策略 论辩的策略 这个策略的安排 极其重要 所以你看 这个伟大的律师之间过招 也许有些朋友看过一些 美国的著名的法庭剧 比方说 这个 好人寥寥啊 比方说 这个 有没有以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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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rel 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反正美国的法庭剧 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因为 他们的确是 还有那个刺杀肯尼迪了 JFK 这些剧 里边那种法庭的辩论 法庭的演说 比方说 刺杀肯尼迪里边 那位检察官 最后在法庭上 哎呀 那一场 那一场 你们知道电影 其实是最忌讳 法庭的场景 整个的 整个镜头的场景 很单调 但是 刺杀肯尼迪最后 那个 那个检察官的 那个演说 可以说持续了 十分钟 差不多都有吧 就是在一个 法庭场景 就是那么一个 单调的法庭场景 但是 那个检察官 那一场演说 真的是 又引用了 肯尼迪的那句话 又 不要问 我 祖国给了我什么 要问我 祖国做了什么 又 又 说着说着 突然说 也许 我这辈子 得不到这个案件的公证 但是我今天 特意把我的儿子 叫来了 他一个小孩 小男孩 在法庭后面坐 我告诉他 三十年后的一个 阳光灿烂的日子 你一定要自己去 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去 把被这些个 坏人所藏起来的 这些档案 能够让他 供之于世 哎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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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场景 真是特别的 震撼人心 这是对抗制的模式 对抗制的模式 对抗制的模式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为了让这个庭审 能够顺利的展开 然后 在证据法方面 有特别的 特别的复杂的要求 也就是说 他们产生了 非常发达的证据法学 我前一段时间 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谈到过 说胡适的证据法思考 我觉得胡适还有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 证据法 证据法的一种观念吧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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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我因为 没有办法发表文章 只好读一些 已经去世的人的一些 一些著作 尤其是胡适的著作 点点滴滴的 去分析一下的 胡适的一些 胡适不是一个法学家 但是他 一直关注 证据法方面的一些 一些的事项 比方说他 他觉得 在中国你要为一个被告辩护 在西方 在美国 你完全 你就 你就说是 查无实据 查无实据 就没有实据 就可以了 这个人就无罪了 但是 他说在中国 你光说 查无实据 后边人 马上就说 事出有因 那你 你一定要去说 你来去证明 他是清白的 你自己证明 自己是清白的 这是在西方 完全不同的 这是不是对于 这个证据方面 那英美国家的证据里边 你看 说 拍出合理怀疑 或者说 超越合理怀疑 什么叫超越合理怀疑 什么叫说 米兰达规则 如果一个警察 在逮捕人犯的时候 没有向相关的 嫌疑人来去交代 说你有权保持沉默 不保持沉默 你说的话 都可以被作为 承担 证据 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 我们可以给你派 这个公派律师 免费律师 你必须向他交代这个权利 这叫米兰达规则 你没有这个 履行这个规则 你也 你所获得的证据 警察所获得的证据 就必须加以排除 那么 证据中间 还有太多的一些个 什么 传来证据的排除 这个各种各样的 就是说 这个证据法制 是高度发达的 我觉得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确保 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不会受到冤枉 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 总体来说 是一种价值的权衡 那么 在英美体制下边 他们更注重的是 如何让一个无辜的人 不受追究 而不是说 宁肯挫杀一个 也不 宁肯挫杀以前 也不 反正说 这个里边有一点 哎呀我怎么突然脑子 里边有点 宁肯 这个不说了 脑子有点不转弯了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英美国家有陪审团 有陪审团 他的司法的过程 有一个陪审团的存在 你们知道这个陪审团的存在 是何等的重要 是对于整个的司法的过程 影响极大 比方说他 是有12个 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人 对一个案件的事实 做出裁判 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12个没有 你知道陪审团的选择的过程中间 特别注重的是说 你如果是个律师 被传来 作为候选人的话 你完全可以跟法官说 我是一个律师 那么法官就说 你赶快回家吧 你律师不可以 做陪审团的成员 因为你在这里边 大家就会产生一种 对你的依赖 那么12个外行人 组成了一个 对案件事实问题 做出独立的 排他性的判断的 这个一个团体 他们是事实问题的法官 想想 我想关于陪审团 对于司法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后边的程序 法律的正当程序里边 或者说 法律正当程序里边 再展开来讲 那么今天只提一点 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人面对三个专业的法官 如果在法庭上坐着 你去怎么跟他辩论 但是你面对的是12个 不学法律的 他们是 他们就是社区的代表 这12个人 在你的面前 你要跟他们 你要去说服他们 让他们相信 你说的是对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 演说的一种风格 那样的一种 你怎么去诉诸于 他的一种情感 你如何去让他觉得 你是非常真诚的 你的客户是一个无辜的人 这个所有的论辩的技巧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是陪审团的存在 也使得对抗制的司法模式 变得极其具有活力 同时也给律师带来了一个 无限的一个表演的空间 一个大有作为的空间 用武之地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了得 所以今天我们大致上 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 分析一下 一个是把上一讲中间 留下来的一点 科举制度 对于中国的 法律职业的影响 稍微补充了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 就谈律师 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职业 需要怎样的一种 政治环境 文化环境 以及法庭环境 做了一点简要的论述 下面我们还有些方面 还会跟上面 我们讲的内容 有一点 有一些交叉 但是我们恐怕 要下个礼拜再安排时间 讲我们的第一 第一 我看看 第五讲 文言文与司法决策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话题 我们都 失忆地生活在我们的语言构造的世界里边 但是我们是怎样生活在一种 怎样的一种语言构造的世界里边 文言文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所形成的世界 在文言文里边 我们如何去能够 能够去寻找它的法律的一种生存空间 这一点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内容 好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了 我们下午的语言 我们下午的语言